这是一块便携屏 也就是方便携带的小显示器 别看它小 用处却很广泛 比如我们可以用它来打PS5游戏 Switch Xbox游戏也可以 还能连接笔记本办公 有的手机还能连线投屏 甚至还可以做直播打游戏的复屏 可以横放也可以竖放 屏幕自带支架 还带双扬声器 还带HDR 还有高刷 而且还非常的轻薄 去年我用过艾卓帕他们家的便携显示器 一年时间过去了 我感觉各个方面都有不少进步 变得更好了 更好用了 而且这款功能比较全面 我这台的型号是G1 Game Max 16.1英寸的屏幕 100%sRGB 雾面屏 分辨率是1080p 刷新率是144Hz IPS面板 侧边有一个小HDMI接口 两个Type-C接口 可以用来供电 还可以接全功能的笔记本 我测试了苹果 MacBook Air 是没问题的 侧面最上面是电源开关 下面是音量调节 再往下是OSD菜单 用这块便携屏玩PS5游戏的同学要注意 比如使命召唤20 COD20这种支持高刷的游戏 用这块屏幕可以开到1080p的120赫兹 色彩是RGB 这个非常好 但是各位要记得 要手动关闭PS5里面的VR 因为这块屏幕是支持FreeSync 但是不支持VR 另外如果你开了PS5的HDR 如果你感觉屏幕的色彩非常的苍白 别着急 进入显示器的OSD菜单 手动打开HDR 因为它默认是关的 或者选择自动HDR就可以了 画面会非常的鲜艳 快过年了 有需要便携屏的同学 可以试一下这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